六分教育,四分科普 欢迎回来 我是高考师利 13年后中获名校博士投钱的德国数学博士 刘德华教授 上集我们聊到 当年我不光高考没考好 志愿也填得非常失败 调到了第三志愿上海大学 完美错过了我自认为喜欢的化学专业 却幸运地遇到了数学专业 本期我们接着上一集的话题 聊聊与高考考分同样重要的志愿填报 以及逆天改命的选项 本科出国留学 友情提示 全方全程干货 请注意点赞收藏 志愿填报指南 我知道太多人 花了三年时间准备高考 却只花几天胡乱填报志愿 到头来因为选错专业 懊悔不已 但是亡羊补牢尤未委婉 建议抓紧这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仔细研究各大排名榜单 以及各个专业和就业前景 鉴于绝大多数考生和家长 在填志愿的时候 会在专业 城市 学校 排名之间纠结 反复横跳 这里之间给出我的排序 学校排名等于选什么专业 大于所在城市 大于专业排名 屏幕前的你 同意这个排名吗 你们觉得哪个才是最重要的呢 请听我娓娓道来 一 学校排名 我把它排第一 是因为学校排名意味着声援 学分 以及未来的人脉 和敲门砖 高中毕业进入大学 从填鸭式教育 到几乎无人监管的自由状态 好的学风 及随之带来的同辈压力 是无形中督促你 不断情形的 看不见的手 大学的同学 以及社团 学生会 结交的各专业朋友 加上无形的校友资源 都将使你终身受益 此外 第一学历是职场 特别是学术界的敲门砖 专业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 你还相信 21世纪是生物的世纪 这样的鬼话吗 某乎上 常年劝退 四大天坑专业 甚至扬言 985天坑专业 不如澳本CS 为什么我们仅仅把它和学校排名并列呢 一来 现在很多大学搞大类招生 大一入校不分具体专业 经过一到两年基础培养 再根据兴趣和双向选择原则进行专业分流 二来 大多数高校大一的暑假 都有转专业的机会 参加并通过一个转专业考试即可 三来 很多高校都开设第二专业 即使大一转专业不成 在滑水漂过自己专业课的同时 选修一个后来真正感兴趣的专业 作为澳专也未尝不可 因此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 先进入名校占个坑 显得更技高一筹 当然了 作为人工智能一线从业者的我 友情推荐 计算机 运筹学 统计 数据科学 等相关专业 因为他们可以与几乎任何其他学科交叉 日后转专业极为友好 所在城市 以上还举例 当年我上大学那后 大一暑假有个插班生考试 我们系有同学用此机会 成功转学到了复旦大学 大城市丰富的实习机会 企业一般更愿意招本地实习人 特别是那种part time的实习 而实习经历 对于本科毕业就直接找工作的同学来说 极为重要 此外 去所在城市其他名校蹭课 参加暑期学校各类讲座 workshop也未尝不可 大城市有着你想象不到的无限可能 专业排名 本科阶段其实是一种通识教育 真正的细分领域的研究是研究生以后的事了 而专业排名更多的是给研究生参考的 本科阶段参考证玩意儿的价值真不大 这也是我把它放在最后的原因 最后提醒一下考生和家长 市面上的排名比较多 排名其实就是一个统计采用分析 每个排名都有自己的统计指标和数据采用方法 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排名 建议综合考虑QS Times 上海交大 武苏联排名等等 例如上海大学在武苏联2020排名全国44名 而QS2020排名中大陆16名 整整相差了28个名次 本科出国留学 如果屏幕前的你不幸考杂了 我指的是985的水平 直接调到了奥本 先抱抱 然后请停止悲伤 上帝给你关了上门 却也给你开了另一扇窗户 本科出国留学 毫不夸张的说 一个世俗眼中的学渣 在国内或许只够上奥本 却可以轻松地申请到全球Top100的名校 不禁感叹 国内太卷 出国将为打击外国同学去 当然了 本科出国不止针对高考失利的考生 屏幕前的考生和家长 还认为出国留学很难 花费很高吗 是的 请扣一 不是请扣二 让我看看到底是一多还是二多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国家接受高考成绩制度 托付雅思都不需要考 有些甚至无需高考 只需要高中毕业和会考成绩 我读博期间创办的全球留学DIY飞跃计划留学申请社区 很贴心地为大家整理了接受高考成绩申请的海外名校 这里我列举一二 一 英国 剑桥大学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 因为申请他需要排名达到所在身的前0.1% 雅思也要7.5 并且单项不低于7 但是高考考杂没过上清北的学伴们 或许可以考虑一下 相比较而言 QS2022全球排名90的博明汉大学的录取条件就显得亲民很多 高考达到总算的80% 雅思在6到7分 不同院系要求不同 预科要求更低 学费为1.9到4.4万英镑 PS 英国本科学制一般13年 2.美国 例如QS排名美国39位的纽约州立实习大学 有一个高考直通车项目 高中平均成绩达到85% 高考达到本科线 英语单科成绩达标 并通过实习大学英语面试即可录取 报名节者时期是7月15号 关于花费 国际生一年学费约为2.4万美元 杂费和实诉费全加起来 不过4万美元 性价比很高 PS 美国本科学制一般14年 3.德国及荷兰 德国从19年也开始接受高考直路 需要达到高考满分的70% 部分专业需要80% 德国的公立大学免学费 每年只需要交学杂费几百欧元 但是公立大学的本科大都是德语授课 因此一般需要达到德语必要等级才能入学 当然也有例外 例如 德国常年排名第一 全球Top50的慕尼黑工业大学 它的HiBron校区 提供英语授课的信息工程本科项目 申请截止日期是7月15号 德国的消费在欧美各国都属于比较低的 我的这个视频列举了德国留学一年的花销 最低至5万人民币 强烈推荐加进一般的同学申请 德国的私立大学一般提供英语授课的本科项目 学费一般是1到2万欧元 例如本科私立商科排名第一的法兰克福金融学院 美学系的学费是7050欧元 荷兰的大学分为研究性大学Ulay和应用性大学Ashley 有比较多的英语授课本科项目 学费为6000到1.5万欧元每学年 值得一提的是 荷兰的应用性大学申请无需高考成绩 只需要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和高中阶段的均分即可 会配有面试 PS 欧陆国家本科学制一般是三年 4 新加坡 如果觉得欧美离家太远 亚洲也有不少选择 新加坡就是其中之一 新加坡除了6所公立大学之外 私立大学录取门槛低 对于高考成绩一般不做要求 可以作为出国留学的一个很好过渡 学费为1万到1.8万新币每年 学制为三年 由于时间关系本科留学的这个选项就点到为止 对于本科留学申请这个话题 感兴趣的学生或家长 请扣个1 我考虑是否单开一期 至于海外疫情现状 实不相瞒 人在德国 最近中招后痊愈了 不妨看看我的这两个视频 当然了 也欢迎评论区或私信我咨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 其实还有好多话题没有cover到 例如中外办学高校 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 上海纽约大学 我的好几个朋友都在那里任教 自然也要为他们打call 最后是我一再唠叨的 选择大于努力 希望我高考13年来的经验和教训 对屏幕前的你们有所帮助 也请记得给我一键三连 六分教育 四分科普 聚焦硕博 科研 留学 海外 我们下期再见